赵丽颖美貌吃断2022年全女神提名 王一博合局静一情不从心 赵丽颖推广2022金英奖,美颜吃断今年全女神提名 赵丽颖为2022年金英奖推广的照片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第31届金英奖已经蠢蠢欲动地开启了提名,准备为今年的冠军寻找有价值的名字 按照惯例,ZackBiz有一定立足之地的A级演员将上台宣传,为这个奖项加油 近日,网友们在2022年金英奖宣传片中互相传出赵丽颖的美好瞬间 很多人开玩笑说,虽然丽颖只是拍照宣传,但她的巅峰颜值会给今年的金英女神提名带来不小的压力 具体来说,昨天,工作室分享了赵丽颖参加2022年金英奖的宣传照片 这位女演员穿着简单的白纱裙出现,但仍然非常豪华 她结合了相同颜色的冰兜,以与服装和谐相处 女主角廖凤杭还以一张荣光焕发的美貌俘获了公众的心 特别是赵丽颖手上闪闪发光的金英奖杯,为整体增添了奢华 赵丽颖手捧金英奖宣传金英奖的画面一出,网友们议论纷纷 除了对赵丽颖现在漂亮的外表赞不绝口外,网友们还回顾了她八年前登上金英女神宝座的时光 其中,公众注意到,与2014年金英女神礼服的穿衣相比,赵丽颖现在的颜值变化不大 甚至,她显得比以前更温柔,符合逆龄的标准 一些观众的评论,亮小姐怎么从来不老,总是漂亮 这么漂亮,何必等2022年金英女神了 承认她不是很好看,但造型师会搭配真衣服 那时候丽颖穿金英裙也挺好看的 此外,网友们还将丽颖的颜值比作今年金英女神的美人 她们认为,与谭松韵、杨子、古丽娜扎这三位争夺2022年金英女神称号的美女相比 赵丽颖年轻貌美不亚于学弟学妹 2022年金英奖刚刚公布了一些提名 观众非常期待电影 才华横溢的演员在华语电影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被命名 快进王一博和局静一情破人情 王一博和局静一都是实力极佳的艺人 所以结合在一起真是太棒了 因为400年美人的称号 局静一从一个不显眼的女歌手成为中国娱乐圈关注的焦点 她被认为是新一代的颜值女神 也是MXH上有争议的人物 因为视觉被怀疑是餐剧、整容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局静一目前拥有当今 最引人注目的面孔 除了演艺生涯外,局静一在音乐领域在歌唱和舞蹈技巧方面也得到了什么的评价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王一博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能够很好地扮演歌手、演员、舞蹈家等各种角色 作为一个偶像,她的舞蹈能力被许多人认可 并评论不输给任何职业舞蹈家 近日,网友们纷纷在王一博合局静一的TikTok上流传一段视觉视频 因此,剪辑汇集了两人在白蛇儿歌曲的背景音乐上的《情碎时刻》 这段视频很快引起了关注 许多眼间的圣镜发现,这是一个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剪辑 创造了一个穿越从现代到古装的爱情故事 局静一和王姓男神的许多悲剧 不过,在评论下方,大多数都认为王一博和局静一都是实力极佳的艺人 所以结合在一起确实很棒 也有人希望将来看到两人成为一对男才女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